影片中机场保全撕开密封袋包装 还说就是里面两个要拿出来 这样的行径让现场女子不满 拍下影片po网控诉太离谱 除非她有什么reason 那个东西有危险 或者是因为她也是过境而已 她也没有要入境泰国 觉得很正常啊 因为她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所以她要确定啊 原来这名女子29号从巴黎到曼谷转机 当时在巴黎上机前 买了一些免税保养品 强调符合安检规定 也顺利过了海关 但抵达登机门前 却被机场保全拦下 要求免税商品拆开丢掉 当时她认为商品带有密封 因此拒绝 但现场却有一名女保全威胁她 如果不丢不能登机 要留在泰国 后来还推她威胁她 让她气炸了 痛批机场门面 对外籍旅客这样太扯了 当然有权利就是要拆开要检查 她认为不合规定的 她可以要求你丢弃 这个部分来讲 这是泰国的 他们机场的权责 女子泡网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旅游达人说 其实根据国际废案规定 就连转件免税品 是超过100毫升的液体物品 基本上都不能带上机 各国管制宽松不同 但泰国与香港管制最严格 我也曾经遇过 就是在别的地方 买的免税品 到了香港的安检的时候 他会说这个已经超过 他们的那个规定 其实类似案例不少 旅游达人强调 如果是转机最好是 在回台前一站 再买免税商品 才能避免同样状况发生 既有陈子邦 越方台北报道